爱奇艺的网友们大家好 我是李宇春 我有通过工作人员有看到 我觉得 我觉得有一点点没有想到 就是我可能会 我能够在来嘎那之前 我能感受大家的一些热情和关注 但是我没有想到说 哇 还是挺大的 我其实都不太记得了 因为我中间七七八八又穿插一些工作 然后我们大概分了几次的时间 来试一些不同的衣服 因为它可能有一些衣服是从国外调 所以时间都不一定在同一个时间 然后我记得有试很多很多套衣服 因为对于这一次作为代言人的一个亮相也好 或者我觉得作为中国年轻人的一个形象也好 短发也是短发形象的一个 我觉得我们还是很认真的去对待 这样的一次盛世 所以在试了很多很多不一样的衣服 有一些也很美的 有一些裙装 我觉得也不错 但毕竟是第一次 我觉得站在这样的一个红毯上面 那我想说 为什么会选择旅唇 脱地的长裙 好像都可以 都可以穿 那我觉得应该是要有我的特殊性吧 而且我本来就喜欢这样俐落的装扮 为什么不向大家展示就是我呢 所以我们最终选择的是这样的一套衣服 我觉得整个来讲还是很开心的 虽然近几年这样的电影节也有很多 可能抱贬不一的一些评价 但是总的来讲 我觉得这次来参加还是很开心的 尤其是昨天又参加了中国之夜 可以就是让中国的电影 可以让世界更多的人来关注 我觉得我们为之付出的努力 我觉得我还是很荣幸可以可以参与的 我不知道 这样的事情就说不一定了 因为其实我觉得随着随着年龄的增长 对随着年龄的增长 这没错 越来越有那种感觉就是 其实有很多东西在人生当中你是 你是完全没有设计的 可是它就出现了 像我觉得我一个音乐学院毕业的孩子 然后我做音乐 我觉得这是我设想好的 我设想过的画面 虽然我不知道我会做成什么样 但是我大概知道什么样 什么样子一个 但是我就去拍电影了 我就拍了电影 这是我没有设想过的 但是它就出现了 然后我竟然演了话剧 还演了一个八小时的话剧 这个是完全没有设想过的 但是我现在就如此爱上了话剧 而且我会觉得 我非常享受在那个舞台上面 我也很不希望它结束 我觉得人生有太多的 很让人惊喜的 很让人意外的一些东西会发生 所以我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谢谢大家 谢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